好,各位好,我是節目主持人張鐵志 今天很開心邀請到我們的數位政委 我相信也是很多年輕人的偶像唐鳳來到我們現場 談談我覺得台灣新時代的精神,自由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來談談如何自由 想先問問唐鳳,你覺得自由對你來說是一個關鍵字嗎? 我覺得最主要的自由其實不一定是免於什麼的自由 我們通常以前在講自由就是說免於查禁啊,免於封鎖啊,免於這些 這些當然是非常重要,這些是最基本的 對,最基本的,但對我來講可能更重要的是 人跟人之間怎麼發生連結的這個自由 因為在網際網路的概念就是說我們叫做 End to End Principle 就是任何人想要跟世界上任何其他一個人的連結 在這兩個人中間的人只能幫他們轉訊息 他不應該去篡改或者是封鎖這個訊息 所以對我來講這是比較積極的 就是世界上另外一個地方存在一個跟我有同樣價值的人 我跟他連結起來這種主動的自由 對我是更重要的 我們一開始就跳到網路了 那如果回到這個比較還是有國語的這個問題 比如說台灣,大家覺得台灣很自豪自己是個自由民主多元的地方 對你來說台灣有什麼你覺得特別Appreciate,特別可貴的自由? 我覺得最重要的一點還是我們並沒有用言論查禁 或者是行政權把媒體權下架等等的這樣子的方式去說 那有哪些概念就不能夠分享 即使是現在在全世界都正在討論的黑 speech 就是仇恨言論 那我們也盡量是使用Humor over Rumor 或者最壞的情況也是交給司法權的這個方式來討論 也就是說對我們來講並沒有哪些Crime think 沒有什麼罪想 沒有什麼哪些不能夠想的事情 那我們如果只是在討論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很好的正面自由的網絡環境 可以讓我們在一個Pro Social 就是人跟人之間越討論 越能夠一起做什麼的那個環境 而不是像很多的國外的情況下 他會越討論越Anti Social 就是越討論好像就越進入一個零和針鋒相對的這個狀態 所以這個親社會的言論環境 大家雖不滿意彼此 但是好像都可以接受一些共同價值 我覺得是台灣最可貴的 那這個東西怎麼出現的 我覺得其實蠻有趣的 網絡當然無國際的 像你剛剛說台灣的網絡文化 可能相對來說 比國外一些地方是稍微好一點 那這個是一個 在這個過程中 我們譬如說 過去十幾二十年大概慢慢累積的 網絡使用者的文化 是這樣子 而且我們也可以看到說 像一個新興的討論環境出現的時候 像Clubhouse 我們就可以看到 很多人第一次聽到有Clubhouse 是因為有某位醫療從業人員 跟某一位傳播從業人員 在上面討論這個雙方對於真實性的關係 那可是這個其實是很厲害的 就是說任何一個新興的網絡環境 好像我們預設對它的用法 就是怎麼樣子去把 看起來像是要對決的東西 確實在前二四小時看起來都是像要對決 忽然就變成對話 而且是各方一起來對話 那這件事情我覺得一方面是因為 我剛剛講到 就是說不會有一邊去好像消滅掉另外一邊的言論自由 它不是像在戒嚴的時候那個情況 但是更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在之前有過好多次成功的例子 就是從可能野百合到太陽花了 就是說這樣子的形式的討論 它造成的改變是一種寧靜式的改變嗎 就是說雖然它不是那麼吵 而且也沒有流血也沒有死人 但是是大家心裡發生了改變 覺得說我雖然不同意你 但是我現在也多少可以從你的角度來看事情了這樣 講到這個這個稍微厲害的話題 你剛剛提到Clubhouse Clubhouse從今年這個初開始在台灣一把火燒起來 現在好像有點炭炭退燒 那作為一種新的社會溝通交流的平台 因為社會溝通也是你一直關心的話題 你怎麼看Clubhouse的出現跟它的前景 當然因為我在看到Clubhouse的時候 其實第一個了解到的就是說 它當時是連傳輸加密都沒有 更不要談點對點加密了 所以在資安上其實並不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示範 對那但是當時我就想說 確實像當時邀我進Clubhouse是日本的朋友 對於跨國界大家都在試這種新的媒材的情況下 我覺得這是一個還不錯的一個外交工具 所以我當時就自己用了私人的設備 絕對不連到公務的網路 又是在年假的期間去參加這樣子的一種嘗試 但是我還是覺得說 它跟一些主流的社交網路之間的對接 目前還不是那麼清楚 它感覺上還是它自己的一個生態權 它並沒有變成一個往外的橫向的生態權 所以呢因為我是外交是我主要的concern 所以我用Twitter用的是特別多的 所以像我現在就覺得說 Twitter Spaces如果出來的話 那麼包含Android的使用者 或者我也不知道它用怎麼樣子的硬體 但是我們就可以在Twitter上面 彼此互相留言幾句之後 我們就可以說 那我們不如開一個Space 來解決我們中間的這個起見吧 那這樣子聽起來 它就跟更多的社交情境可以結合在一起 它是變成一個有超連結的地方了 我想Clubhouse裡面大部分的討論或談話 是沒有一個超連結的 那這個一方面當然是有一種 好像想到什麼就可以講什麼的這種感覺 但是其實二方面呢 策錄也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所以我還是覺得說 它這個artifact至少在大家同意之下 能夠連到後面的更多的討論 我覺得那個價值還是會比較高的 你有常商嗎? 我在年假那一陣子是還蠻常商的 年假的嗎?二月的時候 對對對 那那個時候也是 特別是東亞這邊大家在探索這個美財運行的時候 但是之後就上班了 上班之後大概現在幾乎就都沒有上 對感覺上整個台灣也好像比較退燒 因為包括像你剛剛提到的限制 包括很花時間一開始很多人上去 所以那你覺得接下來 就是不要長太久了 半年一年它會持續的 扮演某一種力量 還是會被人們遺忘 因為我想它真正創新的部分 是在降低那個參與的門檻 也就是說它是一個減法哲學 大家不需要像視訊一樣 這個一定得打扮好 才能夠開始去進行討論 那所以我想如果是減法哲學的話 對於其他的社交網路來講 他們要學習這個並不困難 好比像說我之前也常用Discord 其實在第一時間就已經做出一模一樣的東西來了 所以我會覺得說這種新的形式 讓大家都比較不需要打扮那麼整齊的形式 一定會持續的 但是是不是在Clubhouse 持續呢 那就未必了 好那回到那個剛才提到這個 今天這個我覺得台灣網路跟自由的主題 其實網路世界 現在我們所處的數位世界 是一個蠻吊詭的 看起來好像大家都很自由 可是又其實存在各種 包括我們被這些從Facebook 固合 又無所不在的禁錮 你覺得我們要如何 這個問題可以比較抽象 找到真正的自由 或自己的價值 對 我一直都是覺得說 是科技來配合人 那不是說人要去配合科技 事實上社會科學也是科學 社會組織的技術也是技術嘛 所以最主要的還是說 我們現在如果想要 有一種新的互動方式的時候 我們是只能夠去仰賴 你剛剛講的Facebook或Google 想到這個創意把它寫出來呢 還是說我們這邊隨便 哪一個新創的團隊 自己就可以花幾天 就把它寫出來 那在台灣我覺得 我們比較幸運的是說 Clay Sharky 叫Situational Application 就是當一個新的形式來的時候 我們要變出一個新的應用程式來 這件事情是相當容易的 它在續航力可能有限 但是我們的好處就是 因為有一個開放式創新的概念嘛 所以像最早的那個 吳三瑋的口罩地圖 其實早就已經沒有在營運了 但是後面的江明宗的啊 機關家的啊等等 直到今天還在持續的營運著 所以只要有一個人提出來 而且他不會說 吳申請一個專利 或者是一個什麼營業秘密 那這樣子大家之後再去發展 幫大家看看 一開始的這個洞見 就可以讓我們有各種 溝通形式的自由 而不需要覺得說 一定要等誰寫出什麼東西 推退退出Space以前 其實我要開始一個 Discourse Stage 我現在就可以做了嘛 這個 談到這個自由 或者剛剛談到自己的 認同 一個新的identity 其實在90年代 中期網路剛出來的時候 很多次要討論 就是大家可能在網路時 可以找到另外一個身份認同 那其實你是這個 把這個推到很 很用力的一個實踐子 就是對 在很多時候 比如說你出席會議 可能是用另外一個身份 虛擬的身份出現 所以對你來說 這樣一個虛擬的 是讓你更自由嗎 你有更多不同的可能性展現 對 我想不同的可能性 才是最重要的 我常常說 數位就是不止一位嘛 所以數位 唐風的意思也就是 大家都可以去混搭 去二創 三次的創造 好比像說什麼 唐風過台灣 老婆耕田什麼 在那個 課委會做那一套的時候 他們從來沒有問過我耶 可是他們知道我 拋棄掉肖像權 然後也因為那個攝影師 透過重用CC 這種授權方式 拋卸了一部分的著作權 所以就是他拿去用 都不用問過我 跟攝影師兩個人 那當然 我跟你的這一次的對談 我們也會用CC授權 放在YouTube上 那以前就有 日本的饒舌樂團 把這種訪問 其實跟他們的饒舌歌 就一點關係沒有 他就 sample 就混音進他們的作品裡面 然後就變成好像一首 關於我的饒舌 好像我變成他們的 妙思什麼 但其實我從頭到尾都不知道 就讓自己的去使用 那當然最近還有 Freddy把我的影像放去大量開場去播放嗎 所以我想這些都是讓我們知道說 我現在的這樣子的跟你的對話 其實只是可以說是Beta版 包括專引於一個素材 那之後大家隨便想要拿去怎麼樣子用 我就好像我已經故事50年或70年一樣 就是我不會去主張著作權 不會去告大家 所以我還是去相信說任何二次創作者 他一定有他值得欣賞之處 那這個才是我覺得真正意義上面的自由 為什麼 這太有意思 其實我知道你這樣做 但是到底為什麼你會放棄自己的肖像權 讓自己變成無數個被更多創作的分身出現 這後面你的一開始想法是什麼 對 因為我自己在剛開始自學的時候 就是十三四歲的時候 當時為什麼我可以跟我的國中校長說 那我明天開始就不想再上國中了 他也同意了 就是因為說在網路上面 不但是對於經典的文獻 有像胡騰包計劃 這樣子的朋友去把所有已經沒有著作權的著作 變成電子的著作物 讓我可以自學可以看 而且最新的對於這些的研究 也有所謂的當時還不叫open access 才沒有這個字 但是叫preprint 就是在發佈著作前的同儕審查 他把這個審閱放到網路上 任何人都可以下載 任何人都可以審閱 所以有這網路 他也不知道我才十三四歲 所以我就可以很容易地去跟我想研究的那一個研究者 透過email就 不好意思 這段再來一次 所以我們就可以去確保說 不管是在世界的另外一頭 有一個研究者正在做跟我類似相關的研究的時候 他只要把他的最新的論文的草稿 放在網路上 我寫個email過去 那他也不知道我才十四歲 英文不是很好 等等 那這個情況下 我們就可以變成一個工學的一個團體 但是你看 如果沒有這些完全是在工領域的資源的話 我要自學可以說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可以說是完全是得益於這些 就是公開的資源的協助 所以我常常也覺得說 那我如果想到了什麼 或者是創作了什麼的話 也應該要讓未來在我當時那個狀況的人 也能夠再去做二次三次的創造 所以真的是把這種議題發揮到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所以我們剛才也提到說 你剛才也有提到說 對不起我想換一個問題 就是我覺得蠻有趣 是因為我們談自由 然後其實你自己也 包括在我們Brush的創刊號 你有提到你是這個無政府主義者 但是現在你在一個政府體制工作 工作蠻多年的 工作了蠻多年的 擔任這個數位政委 那你怎麼看你的自由 跟你現在所處在這麼龐大的一個國家體制裡面 對,我是Anarchist 但是是Conservative Anarchist 就是持守的Anarchy 所謂持守的意思 就是說我們在這塊土地上 有非常非常多種不同的文化 我最近在看那個即將開播 變成斯卡羅的原著小說 傀儡話 那它是被稱為彩虹使官 就是說從斯卡羅族的角度 從各種各樣不同族群的角度 它都是不同的故事 可是這些故事互相交織 那如果我們說Progress 說進步的話 往往是其中一個世界觀 它有載智性 然後它讓其他的都推補了 只有它自己在那邊進步 那所以我的Conservative意思是說 誰也不強迫誰 那我在推出任何一個新的政策 或者是新的想法的時候 我們都是還是一樣 拋磚引力的態度 你行你來的態度 你覺得說政府做的真的不好 你有更好的做法的話 那我Empower你嘛 就是幫你增幅啊 這樣子的態度 所以對我來講 我並不會覺得我在一個國家機器裡面 我也不會覺得說 我在特定的社會運動裡面 我感覺上是在這兩個之間 那可能就像那個天文學上 拉格朗日典嘛 就是在兩個星球中間 那引力廠差不多剛好一樣強的地方 去確保說 他們中間的通訊變得比較容易 可是這樣講很抽象 可是實際上你在這裡面 就被很多規則綁住 在做為一個政委 在日常生活裡面 這些會不會覺得 有時候很不爽啊 太多事情啊 這些限制了你的自由 規則就像城市馬一樣啊 就是我碰到一個就改一個 所以舉例來講 像 這句話太帥了 對 當我剛加入的時候 遠距工作絕對不是常態嘛 當時還有媒體去做了一個民調 好像也只有六成多支持我 在我們現在在的地方 就是社會重新實驗中心啊 而不是在行政院裡頭辦公嘛 但是到現在當然後疫情 所有人都發現說 這個非常的方便 而且也應該是更有創作力的做法 而且我也並不是關在家裡嘛 我在這邊是一個類似露天的環境哦 所以十二個部會的公務員 都可以在這邊 彼此互相解鎖 那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看到說 本來的規則 並不是被我破壞掉 但是我建立一套新的規則 而這套新的規則 至少對某些新型食物 看起來是比較好的 是比較適用的 所以大家自然而然的 就來使用這一套新的 但是並沒有洋氣掉舊的哦 所以這個才是真正印象anarchist 就是說 並沒有特別下命令 但是也不是去服從 既有的這個規則的命令 當然還有很多啦 好比想說 我現在雖然是數位政委 但是我同時堅持 七個國際的社會創新組織的理事工作 每個都是當然院長合轉的 但是能夠堅持到七個 而且都是國外 這個也是以前權序部 從來沒有想過的一個用法 那我也是跟他們要了一個韓式 所以不只我啊 任何公務人員都可以這樣做 所以這樣說起來 我覺得非常有意思 你剛剛說到很多規則 也許有機會被修改 所以你擔任現在多少 六年 沒有啦 我們2016年底到現在 對五年多 所以你覺得你對這個體制本身 因為我們剛剛談說 體制可能對你的限制嘛 反過來說 就是你對這個既有的 尤其在公共機關體制 也創造了很多的改變吧 對 到現在大概還不滿五年 快五年的時間裡面 我覺得我一開始入閣的三個條件 就是第一個 我不下命令也不接受命令 那第二個是說 我主持的一切都要完全的徹底的公開 那第三個就是我在哪裡上班都算上班 那這三個 其實嚴格來說在當時都是崭新的實驗 很少有那個閣員這樣子講的 那不只在台灣啦 全世界也是一樣 但是現在好像大家都開始覺得說 還不錯 至少在某些議題上 大家都會開始想說 對 確實我們是不是不要變成 好像我們關在台北的某個辦公室裡面 決定事情 我們去實際尋回到大家在的地方 那反正寬屏是人權嘛 我們在的地方一定都有寬屏可以連回 這裡來 那對於公務員來講 他們也發現說 及時的去確認民間的在地的觀點 才不會覺得說 他覺得解決了一個問題 但事實上是造成 他隔壁公務員的問題 或者是造成民間更多的問題 像這樣子的做法 我想慢慢都變成公務文化的一部分 你覺得你 你希望是一個思維跟價值的衝撞者嗎 我覺得最主要的還是像地震 每次那個兩個板塊衝撞 玉山又再長高一點點 所以衝撞是免不了的 但是那個適應力 以及回彈的那個力氣 就是resilience 任性的力氣 我覺得才是最主要的 那我覺得心靈上面的防震結構 這個是最主要 因為如果你心靈上面過度 就是堅硬 但是像玻璃一樣震一下 就玻璃心碎掉了 那這樣的話 接下來也不用談什麼resilience 因為就覺得說 這個衝突我要盡量避免等等 但是如果一開始是強化玻璃 沒有玻璃心的問題的話 那每一次價值的互相衝突 幾乎一定都可以做到 很有意思的新的創造 像我們前面的那兩次公投家 一個視線 同婚嘛 就造成了這個結婚不結音 這樣子的非常新興的社會創新 在全世界也沒有聽說過的 但是現在整個特別是印太地區 都覺得說真的結婚不結音還不錯 是一個台灣model 所以我們不是只是在防疫 或者是假訊息危害防治上面 我們在性貧 在很多事情上面 都是透過這樣子 整全社會共同創新 在這個撞擊裡面上升的方法 來做出新的價值 剛才談到那個對疫情之前 你上任的時候 就是這個推了一個遠距工作 那現在疫情時代 這個在台灣在全球 當然都變成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工作的模式 所以回到這個疫情 現在台灣當然比較舒緩 你覺得疫情對於對台灣 有什麼樣最大的改變 除了大家戴口罩以外 對 我覺得除了大家戴口罩以外 大家也都開始了解到說 一些乍看之下 非常非常專業的事情 好比像說流行病選 但是呢 在可愛的總裁 或者是人氣的YouTuber 這個陳建仁老師 或者是這個每天發生的代妝節目 就是我們指揮中心 等等的這種科普之下 好像這些專業的流行病學的事情 也不是好像我們傳統上會說 一般人一定不了解 一定會民粹民主 沒有辦法處理這種專業的事情 顯然不是這樣子 每個人都可以自己去看說 有沒有哪些可以降低R值 基本傳染數的方法 每個人都可以想出自己一套解釋的方式說 我們戴口罩是為了不要嚇到吃手的時候 不要把沒有洗過的手碰到自己的臉等等 那每一個這種值得傳播的概念 包含粉紅口罩 彩虹口罩等等 現在都已經變成社會設計 社會設計的一部分 像現在天氣慢慢開始熱了 但是我去參加大型的活動 像最近才到就是班橋 社會重新高峰會 那就是因為那個主辦單位在所有人桌上 就放一個大會主題的口罩 所以有一種好像就你戴上 不管合照自拍什麼 你才在活動裡的感覺 所以它是用歸屬感 或者甚至一種儀式慶祝設計 時尚的感覺 去確保說 即使天氣變熱了 我們整天都還是會戴著這個口罩 那這個也是社會創新 而且絕對不是指揮中心要求大家做的事情 所以我想民主的意義 就不是只是在投票 而是每個人都可以透過創新 來達到更好的這件事情 因為疫情在台灣 我們也沒有方程也沒有言論管制 反而變成覺得大家都可以參與 那如果防疫好的話 一定不是只是檯面上這些人的功勞 一定也是我的功勞吧 這種感覺非常清楚 那回到這個 我覺得這非常有意思 因為口罩本來可能是遮眼的身份 戴起來幫你臉上遮住 但你剛剛談到 反而現在可能變成一種新的身份認同 包括Vers自己做的口罩 大家透過它去時尚化 甚至去創造口罩跟你自己的關係 那除了這個 回到我們今天主題 還是跟網路有關的話 對 就是我們剛剛談到 疫情 特別是國際 好像台灣媒體都明顯 就是更多的互動 工作 會議討論 都在這個網路世界發生 所以 還是回到這個 疫情對我們 包括不止台灣 包括整個世界 你覺得在這個 我們朝向數位生活 是更把我們推向那邊了嗎 疫情結束之後 依然會如此嗎 我覺得這要分兩個部分來講 一個是說 我們剛剛講說 天涯弱比林 但是它是要靠 雙方關心同一個議題 對 那疫情它造成全世界第一次用相同的緊急程度來面對同一個議題 之前也有像氣候緊急狀態 可是坦白來講 如果你在一個小島上你覺得比較緊急 你如果不在一個小島上也沒什麼天災的話 有些人也覺得兩代以後的事情沒有特別的感受 所以那個緊急程度是不一樣的 同樣道理就是關於假性虛危害防治啊 infodemic啊 確實也是在言論自由特別高的地方才成為一個社會話題 本來就沒什麼言論或者集會結社或媒體自由的地方 這個反而不是什麼話題對吧 所以全世界也不會覺得它是相同緊急的狀態 那因為疫情是相同緊急狀態的關係 所以我跟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現在都有共同的話題 我們都可以來討論關於防疫我們到底要怎麼做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我現在都每天早上六七點就遲了 因為就要開始跟可能美加或南美東安那邊 再晚他們就去睡了嘛 那我在傍晚的時候就是下班前幾乎一定都是跟歐洲或者非洲 那中間就好像移動了整個地球 每天都要三四個時區這樣子來進行討論 那這樣子的好處就是大家覺得我們真的是在地球同一艘太空船上嗎 就是不但有共同話題 而且人跟人之間心理的距離就特別近 那這是它的好處 那反過來講比較不好的地方就是說 因為疫情的關係有一些地方開始覺得說 那因為要封城 因為是要逼著大家去接受大家很難接受的習慣 所以說行政權力應該要加強 或者是說應該要有更多這種不是很民主的 就是全面性民主退潮 那他們用防疫當作理由 不管是在就是網路的管制上面啊 或者是在行動的管制上 各種管制上面 這種行政權力都更加深了嘛 對那這個確實是一個隱憂啦 那這也就是為什麼台灣貓都那麼重要 因為我們可以說 就你不需要在這個中間做出取捨 有的時候反而更自由其實反應更好 更自由這個反應更快 更自由我們更能夠考慮到各種不同的面向等等 你剛剛提到台灣貓都可不可以再跟大家詮釋一下 因為的確這個一年多來 台灣這個重新被世界看見 不能說重新 就是被世界看到更多 那包括你自己 就是可能感受很時間跟國際的接觸 然後你也上了很多國際的媒體 所以你怎麼看待台灣貓都在這個疫情的時代 後疫情時代 台灣在世界重新被看見這個事情 對 其實台灣貓都簡單來講就是 Democracy as a form of social technology 就是把民主這件事情 當作每一個人都可以參與 來讓大家都生活的狀態更好的 一件共同的事情 那眾人知識眾人組織嘛 就是任何結構性的新的問題 我們就想出新的結構來處理 那所以包含像很多國家都有每天的記者會 可是很少國家有像台灣這樣 你打電話到1922就幾乎一定會被接起來 那也很感謝包含像慈濟啊 這些社會部門的朋友 去確保說當那個 就是需求量最高的時候 這邊的供應量 就是傾聽的供應量 還是可以跟得上 而這個傾聽不是只是安慰大家 情緒上 而是說知識上面 它把大家可能下午兩點聽不清楚的東西 可以確保說能夠一對一交曉 確保大家都了解這個流行冰雪 而且有一些真正是新的這些想法 新的主義不是只是粉紅色口罩 也包含電鍋不要加水 就可以消毒口罩等等 這些 一旦這個1922聽到了之後 真的沒多久 指揮官就自己在記者會上面 去給大家看這個新的社會創新嗎 他增幅這些新的創新者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說 當我們去把我們的溝通架構 隨著這個實際情況的需求 重新設計的時候 每個人都可以參與民主本身的設計 好 一個結論式的大問題 就是關於人與科技 因為我們討論了蠻多這個事情 那到底我們要如何被科技制約 還是像你剛才提到 我們應該控制科技 或是被科技控制 這要怎麼做到呢 因為像我們這樣每天在臉書上 的確好像被制約 包括注意力都被制約了 所以你有什麼帶我們解脫的方法 對 我自己大概就是兩個方法 一個硬體的一個軟體的 硬體的是說 我都不會滑螢幕 我都是隔著一支筆 或者是一個鍵盤來使用 那好處就是說 因為筆也好鍵盤也好 它都有一個intention 就是說你得先想要做什麼 你才能夠做 因為是小肌肉控制 但是如果一直滑的話 因為它是一種慣性動作 所以就會變成是說 你完全不知道你會滑到什麼 那每一次滑 可能都會看到什麼 但是大部分都不會看到什麼 這樣子的情況 所以對我來講 如果我碰觸碰螢幕太久 我就會有一種 其實不是我在滑螢幕 而是螢幕在滑我的這種感覺 但是如果隔著一支筆波鍵盤 沒有這個問題 這是一件事 那軟體上面 當然我會確保說 像我用Facebook的時候 我其實是有安裝一個 額外的元件 我們叫做Facebook feed eradicator 所以它就是把那一面牆整個拿掉 也就是說 把Facebook裡面 不期而遇的部分全部拿掉 那我用Facebook的方法 其實就好像用一個 部落格一樣 就是我想到誰 我去看它的發文 我想到一個關鍵字 我去進行檢索 可能我也會看一些直播 但是我不會看到 我所不預期的任何東西 所以我就沒有同溫層 並沒有說 好像演算法分析 所以我沒有看動態牆 對 完全沒有那個插件 一安裝之後 它把動態牆 直接換成一個名言警句 然後好像什麼阿德勒說什麼 只有最有紀律的心靈 才享有真正的自由 什麼之類的 就是這種立志格言 對 那這個情況之下 我就不會被演算法控制 那推特你都會看它的flow 也不太會 也不太會 也是專門去看 對 就是我想到一個人 想到一個hashtag等等 我才去看 那我在推特是絕對不會一直滑的 事實上我很少follow人 那我follow的那些人 也很少po東西 所以基本上我的推特用法 跟Facebook是非常像 對 可是你說你換推特了 就是說你不太跟人家 不太去看別人的東西 所以你發東西 別人跟你互動 是這樣子 但是就跟部落格一樣 就是如果別人跟我互動 我會因著這個互動 去看到這個人 了解 然後去看他所有的這些寫作作品 但是我不會變成說 演算法 覺得我應該覺得誰重要 我就特別去看他這樣 好 那我最後一個問題是 希望比較輕鬆一點的問題 就是用談自由嗎 你在你現在生活中 你真的覺得有哪個東西 是你覺得不太自由的 嗯 我覺得 好比像說 像這個收音科技 就還不是非常的accessible 收音科技 對 就是我們收影像的科技 就是像手機嘛 大家都有非常好的這種camera 那所以任何時候一個人想要自拍一段東西 他不受他所在的地方所限制 尤其現在有5G了 連直播都不受限制 但是因為手機內建的 或者是一般的這種麥克風的音質 並沒有特別好 所以當我們要錄一個podcast的時候 我就必須要坐在這個特定的位置 然後必須要往特定的角度 用這樣的方式說話 那我想未來等麥克風的科技 再更稍微進步一點的話 我們也不一定要在這種很固定的位置 我們也可以在任何地方 甚至在各自在自己的家裡 就可以有很好的收音品質 那我想不管Clubhouse 它貢獻了什麼啦 但是讓大家更注重這種收音能力 我覺得是 它接下來會對我們的社交生活的一個 蠻具體的一個貢獻 那你會想要固定開一個唐鳳開獎的podcast嗎 我目前確實是有在規劃這件事情 如果一切順利的話 那希望在五月的時候可以先有一個pilot 那看大家聽這個pilot的反應 那我們再來決定說 那這個podcast到底是要用英文講呢 還是要用中文講呢 還是兩個都有呢 要回答多少觀眾問題呢等等 這個都還在規劃當中 敬請期待 好啊我們今天非常感謝數位政委唐鳳 也非常期待他的新的各種好玩的計畫 那其實大家都非常喜歡聽唐鳳講話 都得到非常多的啟發 那希望很快有機會帶跟唐鳳來聊 謝謝 好謝謝鐵絲 Live Long and Prosper 謝謝 剛好 中間那一段還行嗎 反正專業還會剪 我覺得有加一點環金也蠻好的 ok 對嗎 就蠻好的